今天我有两位特别来宾 大家看到他们一定觉得真的是开心极了 因为一位就是已经纵横演艺圈20年的 我们应该称他做模仿达人 而另外这一位短短4年 就在演艺圈里面窜红起来了 速度非常的快 他们两位呢 因为一位股市分析师 结缘了 因此定下了这个师徒的情谊 各位观众 我们来欢迎 郭子前跟陈汉典 哈囉 哈囉 陈姐好 陈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个画面我觉得还满新鲜的 两位有没有这么正经八百的 出现在一个这个深度访谈的 节目当中 汉典有没有 我比较少啊 因为我通常都是穿着起装衣服 而且我通常都是站着 都是站着 今天坐着还习惯吧 就是有点坐立囊啊 那你就站着嘛 站着就好了 那就站着 今天你要习惯当主角 不要再当绿叶了 对不对 这个郭哥 你看到陈汉典 有没有觉得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在他身上有看到你的什么影子吗 看到我的什么影子 我觉得个性 个性啊 个性有相像吗 他也比较属于内恋的一个人 太羞啦 太羞啦 奇怪了 为什么你们谐心都说自己害羞 我实在不懂耶 哪有 很多人都说他外相啊 许潇顺也是外相啊 然后九孔更外相 有强迫症 你不叫他表演 他马上就表演了 我们不是啊 你不叫我们表演 我们不会表演 所以你们两个 是属于谐心里面的内恋型的 然后是害羞型 甚至是怕生的 怕生 是啊 你们两个个性都是这样啊 可是怕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虽然个性是内向 但是我可能骨子里面有表演的欲望 对 但是透过演艺圈 必须训练我的个性 必须面对陌生人 所以我很感谢演艺圈 给我这样的训练 对 就是变成说 我内心就算再闷的话呢 我可以透过表演 表达我的想法 这倒是哦 那汉点应该也是如此吗 其实我觉得我跟郭哥 真的个性会蛮像的 而且我真的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突然就是 大家就有注意到我 有注意到 那你从什么样的事实感受到 你真的红了 就是说走在路上 有人可以叫得出我的名字 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比例越来越高 因为以前就是大家就是 只会叫我角色的名字 对 这个是小张国志 因为我以前出道 第一个角色是小张国志 所以这个郭哥 他真的是走出他的一条路来了 对 走出他自己特色的一条路 所以他应该谢谢你 真的 真的 因为我一开始 就坐在郭哥旁边 就是啊 他那个 他是小张国志 那等等你才是张国志 是 是啊 对 你要 这个郭哥要不要讲讲 你们当时这个认识啊 然后你注意到他的这个缘分 因为那时候我在这个 我们的节目里面 模仿一个股市分析师 叫张国志老师 老师又来了 对 什么你要听老师讲 对不对 好的老师直接带你上天堂 不好的老师直接给你发救人 我也是人气指数分析师张国志 好的张国志让你上天堂 不好的张国志让你下地狱 没有押韵啊 所以你们看得出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张国志了 一定要押韵一下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看 所以这就是 师徒就是这样分出来的啦 所以这个郭子前 事实上你在那个 从一开始的叫做什么 全民... 全民乱讲 全民乱讲里面 对不对 你就开始进入到 这个模仿秀里面 对 就是台湾第一个就是 完全的模仿秀 完全模仿秀 其实那个挑战很高 到现在这个节目 还是Live的各位观众 Live就是现场即时播出 就跟我们播报新闻一样 对不对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状况 很多新的讯息进来 可是他们要处理的就是说 你们不能够NG 你们不能够犯错 现在已经不接call in了 为什么还要搞Live秀呢 Live有一个这种 就是跟...就是有一种 怎么讲 有一种好像吃马飞的那种感觉 真的喔 就要听到5 4 3 2 我就变一个人就来了 对 那个肾上腺素 就开始这个就发生了 之前才欠助那个2000集嘛 但是不好意思 在欠助2000集的时候 还跑到原山大饭店去 场面是不小耶 所有的大哥都到了 陈翰典先生没出息 对 这个... 要稍微解释一下 是... 因为那天就是刚好 可能时间上面 你以为他们都没有别的事情 他们都很闲啊 不是 事实上 我真的要讲就是 是... 原本是礼拜... 原本我已经把那天排开了 好不容易排开啊 郭哥 是怪电视公司啦 坐立男安啦 反正就是我的不对啦 我就没到啦 那天到底跟谁 就出一个外景节目嘛 就美食... 那脸越来越红 和童节目嘛 就跟蝴蝶姐姐 去出一个外景节目这样 是因为是跟蝴蝶姐姐 所以才... 不是 因为刚好就是 时间上面就是安排不好 不是说故意不到 只要蝴蝶姐姐那边有通告 他就不会在我们身上 几个大哥有什么用呢 底部有一个蝴蝶姐姐吗 没有啊 这个是他们... 他们故意在亏我的 应该听得出来吧 谁故意亏你 讲认真的是 小心啊 跟蝴蝶姐姐 蝴蝶它是会... 最后会作茧嘛 作茧 作茧你就自负 这个郭子贤这么一讲的话 汉蝶真的有点紧张了 其实一开始 他们两个谈到他们的个性 其实都是属于帕生的啦 是比较内恋型的 对不对 虽然你们内心有表演欲 而且是才华洋溢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像你郭子贤 模仿谁就像谁 然后就真的就是 把那个角色活灵活现 但是别人感受不到 为什么呢 你说一开始的时候嘛 就是说我以前 刚进这个圈子 我先模仿司马中原嘛 然后沈富雄 然后独派大佬 彭明明 彭教授等等 就一路这样走来模仿李涛大哥 那时候都在这个综艺节目 比如说需要一个短剧的演出 我就跑去 大概一两分钟 演完我就走了 也在那个节目上面 也没留下多少的痕迹 那等到真的全民乱讲 这个机会来了 那我就在这个节目里面 发挥我的模仿的功力 可是很多人看到 我们模仿的节目 就觉得 郭子贤怎么那么会模仿 怎么突然这么会模仿 对 不是突然会模仿 是我从学生的时候 就在模仿 对 其实在他内心深处 他已经是千者百百回 已经好几次 在不断地表演了 对不对 漢典也是如此吧 对啊 我从小就很喜欢模仿 就很喜欢表演 但是我这个人很奇怪 就是我很容易紧张 很矛盾的个性 没有啦 就是很容易紧张 没有长照症 长照症是会落塞之类的 对... 我是真的就很紧张 然后流手汗这样 尤其是上台前吗 上台前非常容易紧张 可是你一旦上了台以后 你是不是就不紧张了 我上去之后就会很Over 就豁出去 可能发挥百分之两百 就冲了 你说这种人就是天生 要吃表演这行饭的 真的很享受 那时候表演叫做 信心大过于能力 对啊 有沒有 先... 这句话很经典 先催眠自己啊 这句话很经典 然后上去之后大概 停了个一分钟 就笃定了嘛 只剩我在台上 我只有自己救自己 反正那时候就... 因为你已经在到了台上了 你好还是不好的话 反正下面就全部就看着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个舞台是我的了 对 我来控制这个舞台 不过一开始 你在加入这个大门锅 你是从大门锅时代 透过一个校园 叫魔王选秀 那个魔不是那个魔鬼的魔 是魔仿的魔 对 他透过一个校园 魔王的选秀 你就冠军了是吧 对 获得冠军 对 获得冠军 那是很大的肯定 但是你真的进入到摄影棚 要跟那些很资深的 包括像锅子前啊 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那心虚又来了 那个不安 那个长照症又来了 我没有长照症 那个不会拉肚子的长照症 在你身上又来了 那你每次录影之前 为什么都去厕所 因为 我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厕所是属于我的空间 因为我不敢去休息室 我不敢去化妆室 一开始去大门锅的时候 是这样 是喔 我觉得进去之后 因为每个都是大哥 然后我觉得我们差太多了 我们根本那个等级差太多 因为我也不知道 要跟大哥聊什么 然后我觉得坐在里面很紧张 那你干脆牵个流动厕所来帮 所以...对啊 所以我的范围就是在厕所 或者是走廊 我在那个空间会很自在 所以你就常常 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面 做什么呢 不是 就是到那边洗手 照镜子啊 或者是让自己放松 然後照镜子说 我是最好的... 吹你自己 我的信心很好了 拜托不要再聊 漢典在康熙受罪 台上动口 台下动手 你一直以来 在康熙来了里面的这个表现 那我发现她手足无措 心里面其实很不安 对 有的时候呢 两个主持人 亏你亏得太厉害了 这个陈漢典在里面呢 受尽了羞辱 因为私底下 不太可能用骂的 因为他们私底下 都用打的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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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投资朋友 大家好 我是谁 对啊 你没有看错啊 我是张国志老师啊 老师又来了 这个是忘词吗还是怎样 书彧也有说嘛 新鲜打又有时候 腳步打插手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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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断了嘛 怎么样 没想到老师还会唱歌啊 郭哥 你当做这个... 这个什么老师 你评断一下 四年前初初茅庐耶 我觉得他也是很放得开了耶 很放得开啊 而且他的那个口条很溜耶 刚才背那一段什么 有的没的 那个是要先去背好 有...我那个罐口 我就先想好 先背好 我那个背很久 那当时你是评审的话 你看到像他 他这么一个年轻人 做了这段表演 你会什么样的评价 你怎么观察他 我觉得说他不只是在模仿 他有加上自己的创意 对 包括那个后面那个 断了 他断了的时候 他会音乐结合 那我就觉得看了就很想笑 因为我自己不会音乐啊 他把这个角色又 让他更活泼了一点 唱歌 那我就觉得让我觉得 对这个角色重新的 有一番的见解 可是汉典如果说我们看 你一直以来在康熙来了里面的 这个表现 那我先听听这个郭哥 你怎么样评断 他在康熙来了里面扮演的角色 他总是一个绿叶嘛 然后呢 他扮演用不同的角色 他扮演什么女仆 女仆 阿伯 老人 有的没有 还做动物啊 什么一棵树啊 反正他们要参... 他们那天讨论什么话题 有些什么样的人物 他可能就要扮那样的人 对 可是郭哥你会不会觉得说 他在这个康熙来了里面的角色 要不要做一点改变 不用改变 不用改变 因为他当初在康熙来的时候呢 前面那几集的时候 我有稍微注意看一下 那我发现他手足无措 心里面其实很不安 那我就 私底下把他叫在旁边 我跟他讲 我说你是不是很不自在 在旁边不晓得该怎么办 人家不叫你表演 也不会表演 对 但是不要紧 很简单 你自己把自己设定一个角色去演 对 你的角色你就融入其中 人家讨论什么话题 你比如说女婆 你就去端茶嘛 等到人家注意你 我端茶 给小肺 你自然就会有角色可以演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要给他有角色 因为你会觉得说 反正我是非常配角小角色 我可能不要太抢镜头 可是他就不敢讲话 不敢表演 那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镜头会抢掉你 搞不好又很干 所以郭哥就给你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提示 就是说你就放开 你就融入那个想象里面 你从头到尾就是做那个角色 对 那他有给你很大的启发吗 有啊 他这样跟我 郭哥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就说 那我就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那么多 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是一个老人 老人会干嘛 咳嗽或什么样 你就去做 那问题是 很多人尤其是这个网友 就会觉得说 有的时候呢 两个主持人 亏你亏得太厉害了 这个陈翰廷在里面呢 受尽了羞辱 你自己怎么样看待 像类似这样子的评语 我是觉得说 那个只是一个好玩嘛 好玩 因为那个都在表演 我也是在表演 那他们这样亏我 也是在表演 因为他们私底下 也不可能这样做嘛 因为私底下 不太可能用骂的 因为他们私底下 都用打的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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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们这样是对我是一种加分 而且我又发现他这个人呢 他因为他内敛的关系 所以说他表演的 那里面有存檔 就像我们 我们现在很会模仿 我们应该周遭的人物 应该都被我们搜刮在脑海里面 想要去模仿 对 可是呢 他有一些模仿的角色 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然后经由他的表演 我们觉得说 他很厉害 把那个灵魂表演出来 比如说什么凡哥 凡哥 我哪知道要去模仿他 结果他表演出来 那真厉害 那真厉害 对 哪有像那样 对... 他一表演 我就觉得 他就在表演羊髮 他一表演我就知道他在表演誰 還有菜头大哥 對 就是在畫常 我也知道吗 我现在在Live show 感觉就好像在Live一樣 你知道吗 但是Live配比Live 你知道感觉嗎 就旁边没有办法 就没有注意这个角色 结果他表演出来 而且我现在的髮型 也很像菜头 好像有几两菜头耶 讚... 所以郭哥 你會覺得說 他會自己去開發新的角色 但是要找一個模仿的對象 是這個被模仿人 他一定要在肢體上 或者是他的形式風格上 要比較特殊嘛 才能夠模仿嘛 比如你可以模仿我嗎 因為我講話沒有什麼 誇張的戲劇性的特色 這是氣質 氣質要模仿一下 氣質就是可能 腰感要挺得很直 是的 就這樣嗎 算了 我放棄 其實我不會啦 我不會啦 不用硬撐啦 我真的不會啦 我只是個新人 模仿天王在這裡 我不會 以我們兩個的功力 我們模仿神姐 這只能到這裡 只能到這裡 我們不夠 只能模仿到氣質 連話都不要這樣 對 我就很開心就是 永遠不要成為被模仿的對象 因為害怕你們會 有的時候會有一點點 超過 誇張 為了效果 對 好啦 他們兩位呢 都是帶給觀眾換笑的 我覺得其實演藝人員真的很特別 就是他一方面 可能要先克服他自己先天的個性 可是另一方面呢 他要非常努力 比如說陳漢典 他如果沒有這麼努力 這麼細心的話 郭哥我看 不要說四年 再給他四年他也出得來 對 是只有這樣 可是人家現在參與電影的演出 而且本來那個在那個漫歌裡面 算是什麼 南八號 南八號 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小 就是很小 緊腳是南一號 對 一號 然後二 三 四 五 六 剛好排到南八 對 南八 演演得很開心 就是很小的一個角色 但是呢 王力宏真的就注意到他了 王力宏怎麼會注意到你 你有問過他吧 這個我想是大家共同的一個疑問 真的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 你也覺得很奇怪吧 因為我也不認識他 然後他就是看到我在康熙 還有在電視劇上面的表現 他覺得我的型 滿適合那個角色的 是這樣嗎 應該是便宜好用吧 這個也是個重點 這個也是個重點 這個真的也是個重點 不過他起碼真的看到你 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你就從那個漫歌裡面 可能排名很後面的所謂 男性第八號的角色 你現在到了他的電影叫什麼 叫男性第二號 不是啊 他的電影 男性第二號 不是啊 我想說他電影的名稱 你是知道他什麼密閉 沒有啦 沒有啦 有時候沒說啦 透過螢幕人家會真的懷疑王力宏 不要亂講啦 他在電影叫戀愛通告啦 對...在戀愛通告裡面 其實這個漢典呢 他就被負於比較重大的責任 你叫男二號 對不對 算是配角囉 對 這個最佳男配角了 而且可能 他有考量到外型的一個部分 就是... 電影就是要好看嘛 也是要英俊嘛 英俊是這樣 對 英俊嘛 英俊嘛 OK啦... 對自己有自信是對的啦 有沒有 自信要超過能力 自信超過能力 自信超過能力 什麼東西先接了再說 先接再說 後面再來想辦法 對 剛才他們兩位提到 雖然他們帶給觀眾 這麼多的快樂 可是事實上呢 他們從小到大 那個成長背景呢 可能相對的在班上啦 或者是在家庭裡面 可能不是那麼出風頭的 他們兩位呢 還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呢 都是...都有一個很強 表現很優秀的哥哥 來 郭哥你先講一下 你的兄哥是什麼地方 你先報一下 兄哥 我兄哥喔 他建宗畢業 建宗畢業 然後考上台大物理系 現在在台積電 上班 我很不敢說 因為我哥一直 一直要求我 不要再談到他了 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我哥滿認真的 他在那個崗位上面 為什麼不要談到他弟弟 對 因為每個人去跟他洽工的時候呢 都會先跟他聊一下 你弟弟很會表演 他覺得會模糊交流 我覺得我哥是非常認真 在職位上面 然後工作人 但是我還是得講 因為已經上節目了 是...對不對 不是 而且也是好事一專嘛 雖然前面聊一下 打開畫架子 然後最後再切入正題 也很好啊 可是他是一百億元 一百億... 不然怎麼會讀建宗 又讀台大 又到台積電呢 顯然他的行事風格 是非常嚴謹的 這麼優秀的哥哥 又這麼會讀書 從小到大 應該在家裡 給你很大的壓力吧 不會耶 真的嗎 爸爸媽媽不會比較 會啊 會啊 你看哥哥書讀這麼好 大概念了兩三次之後 他們就不想念了 所以郭哥還是有用心嘛 雖然他不是那麼愛念書 可是該考的 該及格的 他還是會去注意 因為到了五專的時候 我發現說 因為每個學期要交個一萬五 五千塊 然後從修還要到學校寒暑假 那我喜歡玩啊 對 我不希望浪費時間啊 那我就想說 不要花媽媽太多的錢 一萬五已經很多了 那讀完五年要花個十五萬 對 那我就覺得說 應該每一科都要讓他及格 我至少還有這些自知之明 還有點良心啊 就說在讀書的時候 謹守當學生的本分 對 所以你後來你剛才說 你去讀那什麼 輪跡學 中國海專 中國海專 你本來是想要去航海的啊 我也可以航海 你什麼意思 你現在有航海執照 沒有啊 因為我當初讀這個海專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個性 也是可以跟著大家去環遊世界的 雖然船上只有幾個人 但是在每天面對大海 但是我覺得我的個性是屬於 可以孤獨的嘛 對 剛剛有講到就是 雖然內向 但內向我可以去環遊世界 不讓人家知道我的內心生出什麼 但是因為已經踏入這個演藝圈 結果也好啦 就是說有人跟我講說 還好你進入演藝圈 因為行業不差你這個 輪跡科的這個學生嘛 但是演藝圈滿需要你這個開心果 對... 因為我找到這個位置 這樣講的話 其實是對你很大的肯定 這換點的第一次 竟然獻給陳曉雲 從小我就很喜歡表演 耍寶 對 我從小就模仿 模仿陳曉雲啊什麼 他最主要是要翹屁股 對 很誇張就好 誇張誇張 他有一點類似 他以為哥哥也是很優秀對不對 對 因為郭哥剛剛講那個之後 我才不敢講我哥的這個背景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建宗嘛 建宗 然後台大 然後台積電嘛 對...那哥哥是... 是三重高中 真理大學 真理大學 對 就... 那現在當英文老師 很好啊 對 其實也很好嘛 對不對 而且聽說你們家都是公務員 對不對 爺爺是法官喔 對 以前是當法官 不簡單耶 然後爸爸呢 爸爸是書記官 就是有關法律的嘛 那你看 一代不如一代嘛 就是爺爺是法官 然後爸爸書記官 越來越爛 對 然後到我們什麼都沒有 對 就被... 對啊 就完全跟法律都沒關係 對 但是不管怎麼說啦 哥哥是屬於他是讀書型的 對 他是外文系 英文很好 英文很好 對不對 那但是你在家裡面呢 你就是喜歡表演 然後你的功課還如何呢 我功課比他差啦 那你跟哥哥的感情如何 很好 因為我們其實 從小就生活在一起 而且... 我們通常都跟兄弟姐妹 生活在一起啊 但是... 但是很特別 有... 我跟他是睡到大概大學畢業 同一張床 厲害了 兄弟兩個人睡同一張床 對... 睡到大學畢業啊 對 然後我們只有高中 是不一樣的學校 其他全部都一樣 國小 國中 大學 對 然後大學也是同一個社團 就熱舞社 所以我們就是都玩在一起 朋友也是同一群 有 其實他也是 滿以我為榮的 憑良心講 因為他叫陳漢邦 漢邦 對 很多人會問他說 那陳漢典跟你什麼關係 他說陳漢典是我弟 他叫陳漢典 對 就是他可以跟他的學生 可以講 而且他是很驕傲地這樣講 學生 就是 對 是我弟 是我的弟 是我的弟 是我的弟弟 是我的弟弟 陳漢典是我的弟弟 好 繼續走 我叫陳漢邦 因為我陳小要跟他邦在一起 陳漢邦 我的名字是Hamburger 漢堡嘛 他錯了是漢堡 反正就是會跟他的小朋友 然後你比較瘦 他們有一個戲稱 你叫薯條是不是 漢堡跟薯條 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有染金髮 對 枕頭金髮 然後很瘦 然後我的名字又不好記 你大學枕頭染金髮 對啊 你看就 就是那個氣質就... 就很棒 很好 什麼露掉 那時候很好啊 那個染金髮就是一種你知道 又是一種信心搭訓 我剛才突然聽到 就是說陳漢典是熱舞社的 那漢典不囉嗦 跳一個熱舞給我們看一下 馬上要來一段 當然是這樣子 你以為模仿達人是不好當的 還要去化妝嗎 還要等你化妝嗎 要你跳舞 你還挑戰檢視的 要你上節目幹什麼 甜也不好用啊 不好意思 我很好用 下次再發我啦... 好...你直接就來 直接就來 也不用下去了 不用下去... 那是嘿嘿嘿巴拉巴巴 啦啦啦啦啦啦啦 這不是哈林嗎 嘿嘿嘿嘿巴拉巴 啦啦啦啦啦啦 可以不知道 我好喝 妳得不 dah死 不能不看見 你急著眼睛 你急著眼睛 你剛才是在模仿哈琳是不是 有 一開始是模仿哈琳歌 的一個肢體語言 因為這個是哈琳的歌 對不對 大眼睛 所以你一開始是模仿她 對 我一開始是模仿她的肢體語言 因為她就是 她的肢體是很協調 很動感的歌手 然後跳一跳之後我加入一些 你自己的 自己的 這個叫做什麼 Popping 就是機械舞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一些Locking Lock 鎖嘛 對 鎖舞 就跳跳到鎖起來 鎖起來 Popping跟Lock 怎麼樣 郭哥評論一下 這小子跳得還可以 所以她有這個熱舞社的基礎 所以在模仿上面 她就可以模仿一些 有舞蹈基礎的那些人物 開玩笑 那難道你不能模仿 有舞蹈基礎的人嗎 這個是師父的話 師父的話 但是我最近在網路上面 看到一個舞棍阿伯 那個可紅了 那個阿伯 那個阿伯 不要開玩笑 人家是國標舞老師耶 對啊 那你來一段吧 你可以模仿她吧 我可以模仿她 你可以模仿她好了耶 我可以模仿她 好...師父出馬... 讓我們一起來搖擺 來 擺出了五人的火花 的五花的魅力 的快樂...Lulu 妳是要搖擺我... 妳是要搖擺我... 妳是搖擺我... 搖... 搖擺... Yeah... 手搪腿 彈鋼琴... Yeah... 還有人說不能跳出這個格子 沒有關係啦 沒那麼嚴格啦 Yeah...掌聲鼓勵... 還有人啦 郭哥喔 我覺得這個也要很費體力耶 天啊 如果你要表演這一段的話 你真的是... 你要有才華 又要懂得去模仿那個人的精髓 然後你還要有體力 否則你也弄不起來 你剛才那幾下子不錯耶 彈鋼琴啊 OK 你是在家裡 都要偷偷練是不是 一段小串啦 弄不出來 一三五要練一下啦 一三五練一下 跑步啦 都有在跑步啦 都有在跑步啦 廢活量啊 這個是很不簡單的啦 我覺得當諧星喔 其實我想問這個郭哥 就是說你在演藝圈歸年 學會說一下 大概23年 23年了 漢典四年 才剛剛起步 可是已經是在非常好的基礎上面了 這真的也是... 真的也是機緣 機運都非常好 那以郭哥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現在主要的主體工作 是在這個叫做全民最大黨裡面 對不對 走的是諧星 是模仿達人 那你覺得你在演藝圈裡面 你就要持續這樣的方向 還是你有想過說 也許在不同的階段裡面 我鍋子前 可能要做一個不同的轉換 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我自己有問自己 就是說 我都模仿別人那麼像 可是就模仿自己最不像 對 你自己的人選是這樣 曾經有懊惱過 但是有遇到那個孫明明老師 孫明明老師 對 那她說 她幫你看了什麼 沒有看 我說我模仿自己最不像 她說你想太多了 觀眾朋友就是喜歡看你模仿 誰喜歡看你私底下那一面 對 我說對啊 異語驚醒夢中人 對啊 我就喜歡表演 觀眾朋友看到我模仿了 最快就好了 對 對 私底下呢 就譬如說上這個 這種節目我們來聊一下 對 聊一聊你的成長過程 對 那時候就通了 然後到現在呢 我會覺得說 演藝圈這個算是服務業 只要能夠看到觀眾 看到我的表演 很開心 很快樂 我覺得我就達到 我自己做演藝圈的這個目的 那漢典會有過這種矛盾嗎 尤其是你扮演過 這麼多不同的小人物 其實我還來不及想 對啊 就是 就紅了啊 不 就我沒講 我沒有講啦 不是我講的啦 大家都看得出來啦 那這樣也好啦 有紅 總理沒紅好啦 對 沒錯 對啊 就是怎麼講 因為我現在也有 也有朝這個演戲的 這個去發展 就是我覺得兩邊啊 兩邊都同時進行這樣 就是看我自己還沒有 其他不同的可能嘛 就都去嘗試看看 因為其實我都很有興趣 以前其實真的就像郭哥講 就是說自信大於能力 那我現在就是 自信跟能力慢慢要 但是還是有一段距離 但是我自己會 就是說我站出去 就比較會有那個感覺 那個氣勢 因為以前其實 因為我們都是習慣在旁邊 然後沒有去扛責任 我們都在旁邊綠葉 然後講話就是 也不太敢講這樣 那現在會比較敢講話 就比較有自信 我覺得這個是 還滿大的一個改變 但是當然不是說大頭症 沒有啦 郭哥他有大頭症嗎 一聽就知道有啊 哥哥真情告白 喊點卻開懷大笑 我覺得你很過分 你哥哥講得那麼... 震驚巴白 你一直笑成這樣什麼意思 不是 因為我看得出來 他很緊張 他嘴唇都發白了 是啊 因為我好像看到我自己啊 你哥哥在模仿你啊 我覺得他是模仿我 模仿最像的一位 來... 那爸爸媽媽呢 爸爸媽媽對你走演藝圈這一塊 他們也是非常樂觀其成 然後也慢慢在享受 你在演藝圈裡面的成就感了嗎 其實他們一直都很支持我 就是走演藝圈 因為他們從小就知道我在 我在搞什麼東西嘛 因為從小我就很喜歡表演 耍寶 在家裡面都是這樣 怎麼可能家庭聚會 就會把我推出去 然後我就會開始模仿 我從小就模仿啊 模仿陳曉筠啊什麼的 就是亂模仿一通這樣 其實他...陳曉筠 來一下...不要客氣... 因為陳曉筠 他最主要是要翹屁股嘛 對...然後我們... 你要側著喔 這樣我們才... 然後我們國... 然後我們國小的時候 對...我們國小的時候就是 我們也不會模仿他的表情 所以我們就是醜 國小就是我們只知道就是說 你模仿只要醜化這個人 讓他好玩就好 很誇張就好 然後就這樣 誇張... 你小時候嗎 我真的不敢想像 他這應該是二次模仿 二次模仿 魔法陳曉筠 可是你在小學那個時候是幾歲 大概十...十歲左右 十歲左右 五年級左右對不對 五年級你就有這樣子的表演功力 你就可以進入那個想像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有一點天生的才華 真的 這種表演的細胞 所以爸爸媽媽哥哥其實都 已經慢慢的就是說 就看著你在演藝圈裡面 慢慢的這個找到你的定位 也很替你開心 對 所以今天哥哥特地講了一段 祝福你的話 好嗎 有嗎 有... 很怪的 就是說你想像不到對不對 你現在是懷疑主持人 你到底要不要錄 人家就有錄 你還不看 沒有啦 其實我在做效果啦 你做什麼效果 自己的哥哥有什麼好效果呢 沒有 因為他沒有上過電視 不是我怕他亂講話啊對不對 他現在播出來不是上電視啦 第一次上電視 我擔心他嘛 好 我們就聽聽看喔 因為... 那漢典你會緊張他講什麼嗎 我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 這個滿尷尬的 有時候 哥哥應該是第一次曝光吧 第一次曝光 第一次曝光 好不好 漢典的哥哥叫什麼 漢堡的啊 成漢堡 漢堡樣的堡 漢堡樣的堡 不是漢堡的堡 不是漢堡 陳漢堡先生對弟弟說的話 漢典 那看你這樣一路走來 從出道到現在 那有現今日的成績 那家人都替你感到高興的 也以你為榮這樣子 然後希望你在這個行業 能夠繼續的堅持 然後繼續的加油 更上一層樓 那大家都會繼續支持你的 OK 他這還一個這樣 他在幹嘛 他在幹嘛 這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看點 我覺得你很過分 你哥哥講得那麼的認真 那麼的嚴肅 那麼的正經八百 你一直笑成這樣什麼意思 不是 因為我看得出來 你哥哥他很緊張 他嘴唇都發白了 是啊 因為我好像看到我自己啊 我好像看到我第一次上大門鍋 我以為你哥哥在模仿你啊 我覺得 他是模仿我模仿最像的一位 對啊 那好好笑喔 他整個還在那邊抖一下 你是覺得很好笑沒有錯 可是就像你說的 哥哥第一個他是低調的人 他其實很不想上鏡頭 真的為了我們節目 謝謝你啊這個漢堡先生 然後呢 今天我們還請到了一位 不是你哥哥啦 你是想說被下一哥 有影片是不是 哥哥的影片 哥哥的影片耶 台積電的這位 他自己很低調 他低調 他非常非常非常低調 不過我們尊重 這都沒有關係喔 但是兄弟之間 一定是互相支持的 對 下面請到的這一位呢 跟兩位都發生關係 是... 對...這兩位都認識啦 這個也不要太神秘 因為一點都不神秘 所以請到的是 漢典他自己的好朋友 那也是他們兩位的經紀人 大衛 我們歡迎大衛 你看今天還特別適合耶 你這樣我不認識你啦 你好...大衛 什麼時候有這個眼鏡啊 到底...這個時候才穿啊 皮鞋那麼亮啊 對... 所以你是藝人 還是我是藝人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像藝人 我們走啦 我們走啦 我們幫你接通告啦 這一集其實他是專訪啦 對不對 他專訪他 我覺得訪問他們好吵喔 我真的很累耶 對...OK 歡迎大衛 來 大衛要不要跟大家 說你好一下 大家好 我是大衛 也是他們兩位的經紀人 對 大衛也好年輕喔 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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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典我可以問你幾歲嗎 可以啊 大概27吧 大概嘛 27歲 他看起來年紀比較大一點 我看起來年紀比較長 我47啦 我跟郭哥還差20歲啦 這個經紀人真的很有型耶 說說你跟他們兩位之間的那個 我先請教你好了 你覺得漢典是一個什麼樣的藝人 我覺得他... 他有個特質是 他看到鏡頭一過來 就人來風 就馬上爆發他身上所有的東西 他跟郭哥都一樣 就是他每個特質 在私底下其實很低調 那郭哥我知道 其實你跟那個David認識幾年了 大概七八年 所以你... 他也算是你的經紀人嘛 對不對 那好像有一次好像為了一個活動 好像還害得他被維中哥 好像有責難 然後你還挺身而出 那是怎麼一回事那個 這個怎麼講 這不好講 這很敏感嗎 也不會敏感 我覺得當時喔 就是... 那時候是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 充充就是你的時代了 對 那時候他們黨內要初選 他跟謝長廷要初選 那初選的時候呢他要造勢 那造勢呢就有打電話來詢問我 他說能不能去跟他同台 然後當蘇貞昌這個分身 那我就一口就答應 那大衛呢是說 基於公司的立場 他覺得這樣不妥 因為有政治這個事情 電話就琵琶啦 他就被罵了 叫他明天不要來 不要上班 所以後來... 後來就沒事就... 就OK了 因為我跟文童哥說 你要怪就怪我 你不能怪到經紀人 因為這是我自己願意去 你不能怪到這個人 不過可能跟沈姊 你可能敲好一個通道 那我私底下去跟我經紀人說 怎麼辦... 那如果經紀人說不妥 現在是怎麼樣... 我說我已經答應了這樣 那他說那經紀人來回決 這是什麼話 什麼叫做經紀人去回決 我跟你面對面談好的事情 叫經紀人來回決 我以後怎麼面對 我有這樣的考慮 是... 包括以前有很多事情這樣 我就覺得說立場的問題 是... 所以我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郭子晴 其實是一個蠻重勤奮的人 對不對 而且他覺得說 他畢竟在研修園這麼多年了 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個處事的哲理 這就是真實的你啊 這就是你的人生啊 你在做你的選擇 對 更何況 對 韋鐘哥也曾經拜託過 幫他一個朋友助選 OK 那我覺得這個立場 所以換句話說 人情都會有的吧 人情都會有 看你怎麼拿捏 對...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藍綠對決嘛 你如果... 不是 他們黨內初選 你如果說站出來是藍綠 在抗爭的時候 我覺得不要 你就覺得可能就不要了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會 因為我從事演藝工作 我得罪另外一半的人 藍綠嘛 那我可能這方面我就會斟酌 對 可是他們黨內初選 你就覺得還好啊 還好啊 而且他又是行政院長 去幫人家站個台 這個情面也夠 是... 判點 你在旁邊聽 會不會覺得說 原來還有這麼多的思維 可能我必須要 以後做決定的時候 很多妹妹各種 很多啊 對 當然還是要跟經紀人討論 對 因為比較少會直接來找我 因為我真的很低調 因為好像也找不太到我 所以要找就是 那很大牌的才找得到 你知道嗎 很大牌是不自己接近的話 自己把自己拱上去的 這一集很明顯啦 錄到這裡啊 心裡面就是覺得自己很紅啦 不要...不要這樣啊 無形中透露很多啦 還找不到你啊 找不到他... 你不要再演藝圈來 今天就消失了 真的找不到 判點爸爸初期早 起車也能睡午覺 我爸爸帶我去換照 我爸有睡午覺的習慣 不管在哪裡 不管在哪裡 他騎一騎太近了 他這邊騎一騎一睡哪兒 就直接累殘 直接跌倒 看到爸爸跌倒的背影 那個心情... 你少來了 現在你在電視上講 那你爸爸請你看啊 好像你跟這個承翰典 就像剛才那個郭子儀說的 你們兩個還曾經去 騎摩托車環島啊 會不會太悠閒了一點 怎麼會有這個愛迪爾呢 不是 因為我們剛好 都有那個興趣 喜歡騎摩托車嗎 對 我從大學時代 就很喜歡騎車 然後是那種一二五 不是重型的那種 就是那種一吹就可以走了 一二五 小明陽型的 速可達 速可達就可以走了 對 那後來他剛好 他也有這個興趣 那我們兩個可以說 是一拍即合 喂 講得好像很噁心啦 好曖昧 對啊 幹什麼 就是我們兩個就 就是有共同興趣 然後說一起說去環島看看 因為我以前還過 那我是跟我爸爸 我爸爸帶我去環島 你的爸爸跟你兩個人 騎摩托車 是 真的 你現在嫌你爸爸太老了 不是 這個是怎麼樣 現在你在電視上講 你爸爸請問你看啊 你哥哥要不要帶去啊 不是 這個我要特別解釋一下 看你 你知道了吧 講話要小心啦 那妹妹哥哥都隨時會對 被人家找不到麻痺 但是我要特別解釋一下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要環島 我跟我爸還有我表哥啦 就是我們親戚這樣 然後我們三台車子 然後我們環... 環到屏東 恆春那邊喔 最南端了 最南端 然後已經完成一半喔 然後準備要北上了嘛 再回來 結果環到... 就恆春那邊 因為那邊路很大條 然後路又很平坦這樣 然後我爸有睡午覺的習慣 對 所以他到了大概下午一點的時候 他就會睡午覺 那不管在哪裡 不管在哪裡 不管在哪裡 什麼意思 在摩托車上 對 那這邊騎邊睡呢 那這邊騎邊睡又怎麼樣 你不笑啊 你都沒有叫醒他啦 不是啦 這段到底騎多久啊 不是 我不知道他在睡覺 那睡著之後怎麼樣 就開始偏了 就直接累殘 直接跌倒 那我那時候就騎在後面 我爸就跌倒了 你看到他跌倒了 那其實看到爸爸跌倒的背影 那個心情很複雜 你少來了 你應該騎快一點 讓他跌在你身上啊 不是 那個心情... 什麼心情很複雜 趕快去救人啊 還在想什麼心情 沒有錯... 就是我趕快去看 爸 你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就是...就手腫起來 就還好 所以...因為還好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已經不擔心了 因為其實不擔心了 然後我會覺得說 怎麼會騎到睡著 騎到睡著 然後那個感覺就是 爸爸在你前面 然後你看著爸爸的背影跌倒了 只差幾顆橘子跑出來 對 只差沒有幾顆橘子滾出來 那感覺其實是... 朱子欠的背影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一直沒有完成那個環島的夢想 因為我們後來就急車 拖運回去 這樣子 就是爸爸因為睡著了 倒地之後 然後他就結束了這個 就拖運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 還沒有先去醫院啦 有啦 機車啦 看機車有沒有問題 都沒辦法... 這個中柱都好... 腳架也好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就回家了嘛 然後就回家 剛好過年 那是大過年 然後我爸手... 手就包...就包紮起來 然後他也跟我講說 漢典 不要跟你媽講 不要跟你媽講說我跌倒 我說你瘋嘛 你手這樣 都包這樣 還不要講 我爸就很好笑 真的嗎 就很妙啊 然後大過年包一個回去 然後我阿嬤就一直唸他 對... 小營啊 不要騎著頭 不要騎著睡著 是啊 對啊 好可愛喔 對啊 對啊 所以就跟他環島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你心裡面有一個 未完成的夢想 就是環島一周 所以就跟了這個David出去 對 他剛好也很喜歡寂寞 所以爸爸會當自己爸爸了 對 他沒有睡著了 那這一趟成功了吧 成功了... 真的環島一圈 你花了幾天的時間 五天四夜 聽說你比較偏心漢典 對郭哥的照顧比較少嗎 沒有辦法啦 沒有辦法啦 現在既然上這個節目 把他彈開來講 彈開來... 不要怕 郭哥你再彈開來講 不怕啊 沒有怕啦 沒有怕過啦 沒有怕過啦 漢典到大陸拍那個什麼 拍什麼 戀愛通告 戀愛通告 一去十五天啊 一個月啦 過完年就去了 對 結果過完年我的通告 都沒有人接啦 然後我接到一個通告 我要打月亮電話跟他講 這個可不可以接啦 我花電話費啦 因為他陪著漢典去大陸了 所以你的通告就沒人處理了 偏心了嗎 大衛這怎麼講呢 其實我是 我會把他們的時間都切得很... 就是我在漢典旁邊的時候 我就很... 用盡全力來幫他處理所有事 有聽到了 用盡全力 有盡全力啦 然後在郭哥旁邊的時候 我也是就用全力幫他 就是看那個場合是誰 就不會去分心 對 OK 好啦 不過因為郭哥 其實很資深啦 你很多事情大概自己處理 大概沒什麼問題 有些事情還是我教他 對啊 你知力比較深嘛 對 沒有錯啦 就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今天真的很開心喔 看到他們這個郭子乾 這位模仿達人 這麼多年來在演藝圈當中呢 我覺得他還是用他自己相對的 生活的態度 在經營他的演藝哲學 所以對他來說 他覺得 如果我可以帶給觀眾歡笑 這就對了嘛 這就是我的演藝人生 我也不要再去思考什麼 其他的有的沒有的 其實 對不對 前幾年我演了一個 梁山伯朱雲台 我演四九 還是跟林柏林大姐一起演 舞台劇 舞台劇 然後我最後一句 不是要跟那個朱雲台說 你們家公子怎麼了 我已經兩行中... 兩行內 我們家公子死了 一說死了 全場大笑 天啊 這是個再悲也沒有的悲劇咧 那我繼續哭粉 他們就繼續笑 所以你心一定也在流淚吧 可是我覺得滿溫馨的 就是說我自己忠於我的角色 我並沒有說因為他們笑 我就跟著笑場 不要把那個戲砸了 那你們對我的既定的印象 是怎麼樣 可能短時間很難扭轉 但是我就做到我應該演 所以雖然你是在演一個 很悲的角色 觀眾也覺得你在搞笑對不對 好 那麼郭子淺 作為一個資深的前輩 看到這個新秀或者說後進 也這個表演得越來越好 也走在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表演的路上 要不要也給這個漢典幾句 鼓勵跟祝福的話 對 其實我看到他就是 像我看到我當初的自己 就很內斂 然後他表演的時候呢 他恰如其分地表演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不要去搶人家 該你的就是你的 那這種人呢也不用壓他 他自然就會跳起來 那我覺得他現在的工作量呢 幾乎來不及思考他現在要幹什麼 你就盡量去接 你在接工作的同時 你可以得到經驗 這個經驗就可以幫助你成長 就這麼簡單 希望你慢慢成長 謝謝瓜哥 謝謝 OK 好 這個非常謝謝 我們掌聲一下祝福 他們這個郭子淺還有這個漢典 今天也謝謝經紀人大位 所以我來分享這一段這個 圈台的這個機車秀 對不對 環島之旅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 都有不同的戲嘛 我們就是盡全力 把我們的人生的角色演好 在其中呢 我們盡其在我 然後呢 好好的享受 我們的人生跟我們的舞台 謝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沈春華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很好很好 非常精采 非常謝謝 Demi 謝謝你啊 謝謝... 不錯...